做什么呀 你不要怪碰瓷啊 碰瓷我是无法原谅的 这个主要考验的 还是我的平衡能力和速度吧 完全要走在海上 一时快 哎哎哎哎 整个还有点烫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明明写 让你们的小丸姐姐 哎 这两只大脚站在这 叫你外公 做什么呀 真的是连自己的脸都看不清楚 还可以动 一一踏一下步 试试 这还有点考验我的平衡能力 向前走一走了 诶 有娘也不要瞧它 不能妥害生灵对吧 诶 我怎么走两步 这个树就被我踩倒了 我不是故意的呀 我也不想破坏大自然 诶 我每走一步都有好多脚印呀 所以这个就是 我直接一直走下去就可以了吗 什么意思呀这是 我应该是要找到个什么东西 诶 有点不一样了 诶 这不是厕所的地砖的感觉吗 诶 换一个角度 从后面坐上去 感觉有点奇异哦 而且这个我还得尿尿才能过关 诶 又换了个场景 我怎么还多穿了一双袜子呀 呃 这里的人更多了 感觉 像来到了市区 而且还有好多小车车呀 车上还有人呢 不能伤害到他们 诶 想要躲避他们也真麻烦 我只能靠着城市边缘走了 诶 哎呦这栋大楼我小心一点 诶 跨过去跨过去 慢一点慢一点 这样行动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这样行动真的好不方便啊 而且我发现 我其实每走一步都在花钱 我的心简直在滴雪呀 而且碰到这些建筑物 消耗的金钱数量更高 可是都不是我自愿碰到的呀 小心一点吧 你看他自己就毁掉了 这些还自己要往我脚上撞 这个城市的道路规划就是很不行啊 他不知道把马路修宽一点吗 好了我终于走到草坪这了 我得加快一下速度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先去旁边看一看 诶看到鞋了 这应该就是通关的条件吧 踩上去 哦中心不稳 哦 掉下来了 这死得太远了吧 现在我又重新来到这里了 那我直接走到他面前应该可以了吧 小心一点 我每一步都在花钱 我只有八块 七块 六块 过关了 这个鞋穿上感觉更鸡肋了 我的脚大了一圈呢 被踩中的范围不是更大了吗 哎呀他车撞上来了 现在我走的是沿海城市吗 怎么啊哪哪 都是海水 哦还好有十块可以生起来 要不要我踩到水里 这个可能海平线会上升吧 上升就被被摸了 啊 果然 这个石块还会消失的 然后踩下去过后 海平线就上升了 成熟被淹了 我的钱就没了 哎你不要不要碰瓷啊 碰瓷我是无法原谅的 这个主要考验的 还是我的评论能力和速度吧 在那个石块下降之前 赶快踩到下一个石块上 你的这个水平面上升 这好难下降啊 哎呀这一只被撞上了呀 哦现在我应该完全要走在海上了 这些石块 哎哎哎哎怎么还有点烫脚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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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哎呀要到了要到了 这是什么啊一个小推车 啊有个孩子掉下来了 我有孩子了 怎么一开始我两脚就往旁边滑呀 是穿了溜冰鞋吗 因为这个地面太滑了吧 可能是在一个什么寒冷的国家 地上都结冰了 结果人还走得挺稳的 那么滑的地面还敢开车吗 哎哎我怎么 原来脚不能滑得太开 要不然就会死掉 这为什么呀 我们又可以披叉子好吧 那我现在更为要求呢 就是不要让自己脚披得太开了 免得自己就差遍了 哎呦我们这些人不管了 今天直接就踩下去吧 等于现在我钱还挺多的 能够我稍微挥挥一下 你赶快往前走了 嗯终点还是比较要紧的 旁边这些应该没有关系了 哎这旁边有个洞 哎这不是洞 这个好像就是我自己的坟墓 所以我最终是要自己走向死亡啦 人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